大家好,我是Den 12月23号,SN元乐发表了1月份Cutbit将会回归的消息 而在发表这个消息后,很往就掀起了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在热议什么 Cutbit观看次数很高就是好事吗 其他团都连续两首三首以自己的歌走红获奖 再累积自己的成绩巩固粉丝团 又是分队合作,又是冬季合作 只用来填满SN娱乐的自恋 都不知道这是在毁掉孩子们的成绩 Redweb也是在颁奖节礼期间发表专辑 而ASPA,ASPA今年只发表了一个歌词 为什么要一直制作合作曲呢 现在要努力活动才能在世代脱鹰而出 SN到底在做什么 别家粉丝也觉得一次就够了,两次很傻眼 果娃最近不是发表搜罗专辑了,就让ASPA回归吧 千万不要让语言金写歌词,不要再有那种逆时代的歌词了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太喜欢Cutterbeat的成员们了 只要歌曲好,一定会有超大反应的 Step 8只是歌词很烂,歌曲却是很好听很成功了 所以才会想要继续进行不是吗 我是SM加作粉,除了歌词超烂之外 其他都非常好 说实话,在哪里能看到这样的组合呢 所以对于Cutterbeat发表新专辑 华语圈导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继彭坛双用弹突破入百突给的之后 时隔四年将要推出的Big Hit新人男团 目前将以团名Training活动 而透过YouTube频道也公开了很多影片 因为成员们都通过了出道评价 也拍了团体照片 所以很多粉丝们都以为 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 这个新人男团一定会出道 但是因为成员的退团导致TrainingA的出道 突然没有任何进展了 YouTube影片也是在三个月前开始停更 结果在前几天 TrainingA官方账号发文表示 从12月23号开始 YouTube、Twitter、TikTok等 TrainingA官方账号将会结束经营 之后也会关闭账号 因为一连串的消息 让一直以来支持TrainingA的粉丝们都非常伤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就是主要成员出去了 所以想要充足延期出道的感觉 好可惜 所以这么早公开成员们反而是消费了形象 又不是已经确定出道的Idle 搞不懂为什么要公开YouTube 这样的等出道后再以纪录片公开不行吗 也有可能是结束练习生生活 真正要准备出道了吧 因为已经有一个人出去了 而他们有可能真的要出道了 所以不能将这些资料都留下来吧 在出道后又不是退团成员 只是没有出道的成员资料在官方账号的话 不觉得很奇怪吗 应该就是想要这样关闭 等出道后再重新看一个账号吧 不管怎么样 想问一下大家 除了那种选秀节目之外 在出道成员100%确定之前 公开预备成员们的资料 公开练习等各种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